美国史上最大的骗子死了 20年诈骗650亿美元 获行150年 大家好我是号称马来西亚最多迷妹的男人 aka币全男生 此频道主要是讲赚钱加密货币还有视频姐姐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也感兴趣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每次上载视频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可以收到通知第一时间观看我的影片啊 我们今天来说说美国史上最大的骗子死了 当然这个已经是4月的新闻了 已经是4月的新闻 为什么我要讲把这个东西讲出来拿出来讲 OK 这个事情在途中 如果你们去查很多资料的话 OK 你们会看到 图中 有很多人举报这个公司 向谁举报 就是向SEC举报 但是SEC在图中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有查好像没查 去他的公司 走了一圈 这样子随随便便就出来 没有真正的去查 然后就白白给人家 20年骗了650亿 这要怪谁 没有错就是SEC OK 大家可以去找到很多资料 所以这是SEC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OK 为什么我拿SEC来讲呢 因为SEC 他现在 OK看啊 你们有觉得SEC最近一直弄剿密货币吗 他弄SRB 现在他弄Coinbase 接下来他还会弄什么 EDX会不会弄 Bitcoin会不会弄 如果今天给他弄到SRB的话 给他弄到Coinbase的话 跟你们讲 你不要以为这件事不管你们的事 你们以为你投资Bitcoin 就不管你的事吗 你错了 今天如果他弄到SRB 他会弄Bitcoin吗 他弄到Bitcoin他会弄Ethereum吗 他弄到Ethereum 他会弄Sorana吗 他会一个一个的慢慢弄 弄死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场 不要觉得这件官司不管你的事 记得 然后你看哦 SEC不择走转 看啊 前美 前美国联邦监察官讲了 SEC不择手段 想控制整个加密货币的世界 看到吗 这就是SEC OK SECVS加密产业 SBF怎么说 Coinbase借贷商品归类证券引发争议 看到啊 SRB SRB不是security 使命确实施 啊 现在这个不是那个 Coinbase 啊 那个SEC 使命确实 看到吗 所以接下来 我个人觉得接下来Defi会遭殃 所有做Defi的币种都会遭殃 所有做Defi的币种都会遭殃 所以不要觉得这不管你的事情 然后SEC 然后SEC 在这里 我不会讲给人家骗了20年 给人家骗市民20年 这样子的 还能信吗 这样子的单位还能信吗 所以说 我觉得 算了吧 所以Coinbase的官司跟SRB的官司 不管你们支持哪一个加密货币 你们都必须站起来维护这个行业 这个领域 OK 然后 Miami 大家都知道 去今年最大型的那个Bitcoin的那个 conversion是在 在Miami举行啦 Miami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 市区 是叫市区吗 一个州啊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有发现 很多个加密货币的公司 都会选择在Miami开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Miami市长 非常的接受这个东西 也欢迎他们来Miami开公司 打开双手的欢迎你 所以你不会奇怪很多人 很多那些加密货币的公司的地址都是Miami OK 那这个是马后炮啊 百年前就有比特币概念 Henry福特 曾想以能源货币取代黄金本位中阶战争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马后炮 哈哈哈 OK 欧盟 将瞄准区块链和数位技术投资进1000亿美元的资金 啊 看到了吗 OK 然后一样我们看看今天的走势啊 今天的走势大家都比较慌张一点哦 有点有一点像519的时候啊 啊就是一直一直慢慢的 一直慢慢的折磨你的耐性盘整 然后一直的插水 OK 然后我时常用的平台是欧益平台 然后呢今天全部红到晚 无一胜免无一没有一个可以胜啊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哦 可加1%你看哦 几乎都是红到晚看到吗 几乎90%的币都在红到晚 就算绿的话也不会绿很多看到吗 OK 照样我们今天看看SRB 我刚才在我的YouTube的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什么啊 那个那个群那个社区我有讲吗 他已经他跌破了1.05的话 大家就要注意就要小心了 因为跌破0.15的话很大可能就是一直跌下去了 所以他跌下去他现在跌跌到 呃9点0.98他没有动到0.93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很大可能会跌到0.93 很大可能哦 他算好了哦 他没有直接给你插下去0.93 他插到0.98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很大的可能会跌到0.93 好 大家要注意一下 但是在这里啊 我已经 哦 其实我吃饭已经有问题了 哈哈哈哈 开玩笑了 哦 我在这边有买进 哦 买进了 也没有很多也没有很少 哦 我在这里买进了 然后我也不能给你说任何的投资意见啊 就是我的方式是 我的 我觉得价格还不错 我就会买进了 哦 我的人就是这样 然后我是买现货的 然后这里是欧益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显示啊 如果你如果 如果你的英文不好的话 你可以把它换成华语 OK 个人觉得现在的行情哦 都 看起来是没有那么好啊 我 我个人觉得啊 我还是会看涨了 为什么呢 人家 当市场越恐慌 当市场越恐慌我们就要越贪然 因为市场现在在恐慌着 你们还记得5月的时候吗 5月519突然暴跌吗 那时候 我就是在519进场了 1块钱美金的SRB跌到53 他在93的时候我买83的买73的买63的时候买53的时候也买 如果他今天在跌去53我跟你说一定买到够够力 他现在跌去我们算1块钱美金我买 如果他等一下跌到93我买83买73 实在买 我的做法就这就是这样子 我目前还有子弹 哦 我要买到我没有子弹为止 你有本SRB你有本事跌 我有本事买哦 你敢跌我就敢买哦 我跟我跟你们讲我对SRB那个 不能讲信仰 我对SRB这个东西非常的有信心 只要你敢跌 我就敢买就是那么简单 当然你会觉得哦 这不是一个好的投资什么 投资的方法千万种 你适合哪一种我不知道 我个人觉得我的这一种用的还不错 只要他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我的方法是对啊 当然现在的情况一直跌你肯定讲我的方法不好啊 不要紧啊 你听信别别人的话 你嘛试试看哦哦 到时候看谁比较后悔哈哈哈 然后当然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我觉得有用 他就适合我 不一定适合你 OK 但是我今天我愿意跟你分享我的做法是怎样子 我的做法很简单不开杠杆不开合约 只要跌 买跌到心理的价格买 现在他跌到我的心理价格了 我一块钱美金以下已经是我心理的价格了 当然我在这里我有 我拿这里啊这里啊1.05的时候啊 他跌到1.05 我有买一点买一点买一点 我都有买的哦 但是这次我会买多一点 因为他跌跌到我的心理价格啊 我就买多一点 然后接下来如果他跌到0.93我肯定在买 OK 然后你会怎样子呢 你会后还是现在卖掉 那就取决于你个人喜欢 OK 当然这是我对我的自己的投资的意见 不构成你任何投资建议 OK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开铃铛 然后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 我们就等着SRB to the moon 对 它上 hub by mr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